徐子瑶的母亲叫秦玲 外公叫秦旺东 秦旺东的母亲姓罗是刀狼父亲的大姐 刀狼是秦旺东的表弟 徐子瑶应该叫刀狼表外公 但是 徐子瑶火了 不是因为这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刀狼的歌不好唱 年轻的时候呢 是没情没重写的歌都是那么的高亢 但是在演唱会上 徐子瑶做到了一个人的肉嗓子 压住了几万人的声浪 这是天赋 也是扎实的基本功 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徐子瑶 和没有背景的刀狼合唱时 能够准确的把握歌曲的情感 低音叙事感十足 高音空灵透亮 激昂总有力量 悲情里有缠绵 合唱的西海情歌回味悠长 后劲呢是嘎嘎的强啊 他和刀狼合唱的爱是你我这首歌 那吊比我血压都高 实在是太好听了 唱出了多少人的痴情和眼泪 这次和刀狼重新编曲合唱的这个版本 让这首歌更高级了 听着更舒服了 刀狼的声线是极度有压迫感和侵略性的 但是徐子瑶的版本就像牛奶和咖啡 恰到好处的补充了他的声线 完美的衬托出了刀狼 还让这首优秀的作品变得更加的优秀了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印尼海啸 那排山倒海撕心裂肺的气势 不是光有吊门就能控制住的 徐子瑶让这首歌终于找到了 刀狼在创作之初该有的样子 但是徐子瑶能火必须得感谢刀狼 因为没有刀狼创造的条件 徐子瑶你再优秀也很难被看到 首先你得说是刀狼的歌 刀狼当年专辑卖了2000万张刀狼的歌 你读它是诗 你唱它是歌 你念它是过往 你品它就是人生 所以能唱刀狼的歌就注定会被流量加持 然后是刀狼超高的国民号召力 刀狼作为最顶尖的音乐人 有中国几亿农民做铁粉当后盾 现在刀迷都这样评价他的 想当年李白出四川 袖口一吐就是半个圣堂 想当年苏氏出四川 大笔一挥就是千古风流 到而今刀狼出四川 歌喉一展就是百年不遇 这就是刀狼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 所以刀狼推荐的人 大家肯定会真心的喜欢 还有就是刀狼一直在提携新人 去年的秀鸿奇就特意推荐了徐子瑶